這邊你應該很熟悉對不對 我相信你們很多人就來到香港 一定有來過坐這個纜車啊 但一般來講 纜車站呢 觀光客開放時間是早上十點 現在現在是花胎 六點四十八分 好不好 為什麼那麼早來呢 你要來這邊看到漂漂亮亮的美景 然後坐到這麼安全纜車 最重要的一定是幕後 有一批無名英雄 確保你的安全 確保你的在每一個觀光的旅途上 可以盡情的享受而不必擔憂 沒錯 哪裡好玩 哪裡好吃 相關資訊不難找 但是幕後的故事往往無人知曉 這回我們要用另一個角度 帶你看不同的視野 終於到了我們第一號要工作的這個七號塔 小心喔小心喔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快扣的這個鎖有多粗 超粗 對啊 安全的就是這兩個好不好 會救你命的就是這兩個了 所以很重要 那像你剛才講說 如果你們只是看螺絲 就會看像這樣的螺絲 對 我們會檢查他 嗯 哇 衝突還得了 怎麼看 就是看他感覺好像 看到有些會有紅色的地方 有點像那個 檢查過他就點紅點就對了 欸那你那下一次你再檢查他就還是紅紅了 會 因為我們是會分階段去檢修 喔 OK 我們檢查了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就下一次再檢查 下一次再檢查 如果再來到這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會用另外一個 把他蓋過去 對 檢修的情況下 主要是以晚上為主還是白天 晚上為主 你們這樣晚上 是從幾點開始到幾點開始 大概到七點半到晚上 第一天 晚上到八點半 朋友啊 你來坐纜車 人家工作十三個小時 一個班耶 那你們白天呢 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 哇 也是十二個小時 對 那這個斜坡怎麼辦呢 就這樣滑下去 慢慢滑下去了 哇 但你們這個慢慢滑下去 你們哪有地方扣安全環啊 因為我們通常會有幾個同事在做 對 他如果慢慢爬下去的時候 會有人在旁邊看 另一個同事就會幫他 喔 幫他 OK OK 不然這個動作是滑下去 你真的以為成龍啊 基於安全考量 專業維修工作 不可能演給你看 畢竟一個螺絲 可是關乎生命的安全 不能兒戲啊 而且除了纜車安解外 戰道維修也是一門功夫 不過呢 基於生態考量 整座大嶼山只能用走刀 換句話說 只要有一塊板壞了 你就得一步一腳印翻過每座山 我跟你說 光修這塊板 我們扛機器光走 就將近四個小時才到啊 全部都是戰道 幾乎全部都是戰道 要幫手嗎 一人啊 這邊 這邊 你教我 你教我怎麼做 怎麼樣 我先把這個鬆開 你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個位置不太好 我等一下上來我就 小心你的手 整個搬起來嗎 可以 可以 你就看完我們這樣每次走這個沾道 好像很簡單 沒有 它裡面超多這種小小的 大的小的螺絲釘 把它定穩 喔 起來了 起來了 好 這個把它 先丟旁邊 那怎麼辦 這我們有鋸子嗎 這刀 要切斷嗎 對 OK 因為一般這邊戰道啊 他們還是有一般遊客啊 或是當地人 不然這邊等於算是健行爬山 所以它的消耗量啊 使用量是很大的 風吹日曬 再加上人這樣來回走 他們這不是只是單純的工作用 那他們其實就經常要 為了保持安全然後換 原以為換踏板 只是敲敲打打這麼簡單 誰知道光是一塊板子 螺絲卡榫就換不完啦 幸運的是 我在平緩路段工作 要是換成陡坡段 真的會哭出來啦 真的啊 OK OK 好 GO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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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 OK OK 這樣就換好 全部換好 這個 這個 旁邊還有是不是 OK 這個車子也是 都好像對 等一下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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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道的 站到的木板 我就弄成這樣子 好 快好了 OK 又弄到下不去為止對不對 對 還有 我還會累 OK OK 還有一邊 還有一邊 我以為 看到這裡 我真心佩服這群幕後英雄 哪怕只是一塊踏板一個螺絲 他們都是認真完成任務 敬業精神絕對值得起立鼓掌加歡呼 嗚